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便 然后这个号啊,最近也是达到了将近两千分 这把呢,也是兑现一个省级旅部 看我怎么去兑现,达出优势 开局啊,还是同样的思路啊 我们先出那个,打野刀就行了 人家玩这个刘善都一级抓别人 到我这边他怎么就不一级抓了呢 看见吕布了,咱先别着急出去啊 他肯定会劈咱们的 先上来拿河蟹,等他劈完一刀之后 我们再去用这个二技能啊 这边有点追不上了,先往回拉一下,交个惩戒 二技能挂一下,升个二级,吃口药,别着急啊 这边血量回上了,一技能给减速,凭AG2 他升二级,这波要单杀了 有个闪现,没有用 一技能快好了 踩一脚,给个减速,直接单杀 这个吕布,其实还是有点细节的啊 前期一级会拉扯啊,这一看就会玩嘛 是不是 对面打野兰凯,司机抓上 打完这个小野怪也生不到刺激 你们总说我不细节啊 看这把戏不细节啊 今天说我兑现那个不会玩的旅布啊 你看这旅布有没有水平 其实也还好吧 也就万战的水平左右吧,差不多 但基本上 这个分段兑现的差不多都是省级的 也有小国标啥的 吕布跳大,这个孟琪没较大 刘善这边过来也没有用啊 这个孟琪压了我半天了 他这么帮吕布也不见得能帮得起来呢 这边刘善去中路了 吕布的话 这边咱们直接跟他打就行了啊 司机打司机 先躲他一刀 不用想着单杀啊 这把咱队出装思路就是出火甲 一技能踩一脚 想躲着一刀 没躲掉 有时总想躲吧 就万你就是 脑花里想着躲 越想躲就越躲 越躲不掉啊 这吕布肯定会过来找我的 找我就跟他打啊 开大招 停A接二往回走 覆没空了 先去清兵县啊 这个野区还不着急进 清完这边兵县就可以进了 他没什么状态 你看 这个思路很重要 如果我们直接硬进的话 肯定就进不了啊 这边吕布要过来守的 成绩还是省不了的 这局子还是有意识的 让我拿这个哄 吕布挑大不着急走啊 往回拉别着急 给个减速大招开出来 平A 打出了一个闪现啊 三分二十秒 没大没闪 有机会再杀了 这就 哎 打什么分段吧 其实都一样 前期的思路 无非就是兑现 进野区啊 或者啥呢 翻译 就这玩意儿嘛 大招开出来 20能转 这波可以走 也就能打到这程度 三分二十秒 五分二十秒 这个吕布闪现好 这闪现还是得记着点的 管我个人认为吧 打吕布是真好打 这一刀劈的挺结实 没闪现 估计他有大 扛一刀 他就大了 先跳出来 没闪现啊 随便拉扯打 交承接 平A加二 开大招 A A A 越塔平A 越塔再平A 就是这么自信 越塔单傻 他没技能啊 我只要越塔能A得到他 他这个伤害 他就扛不住 让爸爸到手 这局都会玩啊 直接让爸爸 没有无脑的去抢啊 现在啊 你看 推掉了一塔之后呢 我们啊 就是继续扩大优势 现在这个孟奇 拿我是没办法 赶紧把这个经济 就给他刷起来 对面的野区 知道吧 有啥就刷啥就完了 先补一个守护者之砍啊 这不死鸟 还不知道立处 这里不想跟他打 我都不想勒他 没啥用 我勒他干嘛呀 你敢跟我打吗 我踩回来 你不得分呀 非得要跟我换血 那我就跟他换一套啊 其实不是应该进他野区的 中路打团战还打赢了 这谁把这个玩意给偷了 留俩小的呢 这个旅步估计要原地回城 咱先别着急 踩一脚平A 二零转A一下 吃口药 挤一线 六分钟 呆下三次 这真是实实在在的呆下 没有队友帮的 对面也没怎么帮 这孟秦云前期抓了我 一会儿两分 这个二他都不知道 还是以拿这个buff为主 哎呦 平A接二 交场接 哎 到手了 一打二 还是有点费心啊 这边野区还是接着进啊 你看啊 咱们上路打出优质 野区已经没有野怪了 那就直接进他蓝去啊 月塔接平A 先切这个干将 推着我一下子 这边不好说了 先走 位置不太好 现在还行 对面吗 对面呢 还没出制裁风演啥的 还算是在咱们的一个强势期啊 打到这分段啊 就是有些时候 咱能带弱化就带弱化了 就没有必要啊 一直带这个场接 带场接容易被针对 这把吕布前击 就是太想单杀咱们了 哎 所以说才被我一直一直找到这个机会 这边压了吕布 两千多的星期嘛 打完这把 应该还不到两千分啊 不死鸟做出来 看好干将的位置啊 哎 这个位置有点 有点太差了 没法切人呢 只能在前面扛伤害 这干将在防御塔里输出真书 没法去切 感觉怎么打不动人呢 这个野区好像不好反了 真不好反 别看我这么多血量 我这不是上 一打二没啥问题啊 干将在后面输出 我不好切的 这边人太多 四个人了 先把这冰心做出来了 下路代搬线也行 马上过了一会儿线了 吕布肯定得挑大跑啊 他能不跑吗 踩一脚 哎 扛你一刀 你都没伤害 你跟我扯啥呢 我是站着让你劈 你得劈我多少刀啊 下路高丽弹 好像能拆一下了 没兵线 这边不火上 最好等下一个大招 这敌人机 光光给这一顿输出啊 他别走啊 接着拆来 我有大招 刘善有这个 像干扰似的 对吧 拆打尴尬快 像最后院装呗 补岸战服也行啊 除下输出 不能再出肉了 没啥伤害的咱们 直接卡着干净位置 上的就是切的 牵制一下 点你也点不动 你跟我点啥呢 这边也去 咱还是接着劲啊 就是刷 这孟奇这把也没发起来 平给家 大招一开 我现在就有点怕着干将啊 别人还真不太怕 敌人家这位置有点太差了 是真敢上来输出啊 不管他了 管不了他 这光光给那一顿乱点 真整不了他 没大招 主要是 上来切的干将 一技能踩空了 没关系 在前面接着前置 大招一开 我就是抗马啊 回到二零再转一下 下路好像也推上去 回上路代行吧 把这个上路兵线清完之后啊 我兴许还能拆到高地 这咱们啊 你看 就你们打游戏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你看 这一条路 我们一旦推不动优势 优势局的情况下 一旦推不动对面 就立马换线啊 再推就没啥意思了 肯定也是浪费时间 换线就是换一种思路 你看 这高雷塔上来 这不是容易拆吗 大招开出来 这里不秒不了我的 总想着上来批我两刀 就是拆 这迪人也不在 这波迪人也在的话 真高雷塔容易踩的 这把我觉得吧 我说是干将 我先切不着 这玩手塔还是真挺猛的 哎 这位置行 这位置行 一技能踩上来 直接开大招 这边队友 哎呀 没有人能跟得上 能不秒 公顺利商量还挺高的 打我这么多心 你把双贼经济太差了 我这边 我就感觉打不到屏面 实际上对面 你就哪有什么前盘呀 哎 这波局的可就打出优势了 干将一死 这团战战就随便打了 敌人也这个闪现呢 躲的真好 一波的 这怎么整呢 感觉我可是打团战 飞机妈拉 打了半天 没打赢 然后对手四打五打赢了 这不磕成我一样 反正也行 能赢就行 我现在打天封的就是 你甭管我杀战 打到最后能赢就行 先上来拆塔 一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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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真是 这把相对难以降 打的还算挺 起码这个旅步啊 我是真给他打不过 马上2000分了 这个好啊 现在也是打到了万战 这把也是拿下MVP11.5的评分啊 一会看一下这个排在多少名了 这个旅步确实是那啥 你看 万战省级旅步啊 还得说是人家有点水 可能最近也是没怎么玩 排下22 距离过时的话 还差1100分 还差的还有点多 那么然后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有缘 再见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